消息了 骑一半发不动车 就近推来机车行修理 老板按照程序检查 女车主留了车 人离开 最后查出是火星塞的问题 全部换掉维修费1500 没想到之后 车主到别的地方验车验不过 加换了耗材250 要机车行负责 我这边放他验的时候 就没过了 只是你忘记告诉他 我忘记告诉他 然后他就打来说 那你为什么没有帮我验过 那这次的维修费 250块是不是你要出 我也是蛮傻眼的 原来车行有验车的设备 当时老板修好了车 好心免费帮女车主验车 结果排气管没验过 忘了告诉女车主 女车主不满没被通知 要不是自己在期限内赴验 就要面临罚款 气得要机车行给交代 还嗆要给负评爆料媒体 业者气得干脆自己先爆料 他车子没办法发动 干验排气根本就是不关两回事 客人就是质疑一直叫 我们车行要吞 把这个验车不过的 为消费吞下来 然后说如果 如果不怎样就去网路攻击 那我们店家 我们是有时候是基于好心 要帮你验车 你们就这样对待我们 这样我们店家 哪敢接其他人的生意 不少机车行都有排气检验设备 若是验车没过 当下车行立即可以检查 都会先报价再贷换耗材或零件 先跟他报完价 才能去做维修动作 他如果没有的话就 还是去 如果客人不能接受 那我们当然就是帮他归位 机车行开门做生意 卖车维修 再加验车服务 客人白白种 考验业者应对的 待客之道 TVBS新闻 吴笑龙才能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